深圳真的遍地是黄金 不止深圳的商业大佬厉害 就连深圳保安的商业模式都令人叹为观止 木屋烧烤的老板隋正军 曾经是一名深圳的普通保安 但一直想要出人头地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安稳的保安工作 开启了一家烧烤店 并以其所创造的14亿年收入成为焦点 木屋烧烤店被誉为国内最强的烧烤店 但实际上它的盈利并非紧依赖于考川 它的商业模式绝对颠覆你的认知 对于做生意的老板来说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家烧烤店之所以成功 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只卖烧烤 烤串仅是用来吸引顾客的引流产品 以非常低廉的价格销售 所开之处同行寸草不生 甚至羊肉串连续8年都没有涨价 晚上10点半之后 海鲜更是半价销售 以此保证了持续的客源 也许你会问 卖得这么便宜 它是如何盈利的呢 实际上 它真正赚钱的产品 是售价20元一瓶的精酿飞标啤酒 这是一种超市无法购买到的独家销售产品 无需担心价格比较 完全可以自主定价并获得一价攻坚 既然烧烤店通过卖酒来赚钱 那么它是如何扩大酒水销量的呢 它的赚钱秘诀仅三招 你看你也学得会 首先 它将烧烤的口味偏咸偏辣 刺激消费者多购买酒水 其次 它打造了聚餐场景 将干杯俩字作为电招的标志 挂在显眼的位置 吸引全市的聚会人群 全平台宣传口号是无酒不欢 最后 它通过员工的技能和效率 提高了酒水销售额 员工获得销售提成 并接受相关话术培训 这样 通过低利润的考川吸引客流 利用高毛利的酒水 来实现后端营利